一發入魂 這叫爬行的快樂啊 欸我看到有一個人在剪裝備 通啊 還收啊你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晚上是ArenavL暗區突圍 今天要來挑戰一下空裝啊 拿冷兵器 然後可以看到我什麼都沒帶啊 基本上只帶了補包跟繃帶 還有工兵鏟 這把工兵鏟的話呢 現在是可以免費兌換啊 可以到活動這邊有一個兌換 工兵鏟的活動 每周登錄的話呢拿到幣嘛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兌換這個工兵鏟 我們可以從小刀打架呢 進化成拿工兵鏟打架了 這場就玩農場吧 農場的地圖比較小 就來試一下這把武器 人不能讓我活到最後啊 空裝跑鏟流 我的位置在這裡 我們來揮揮看 他這個揮的速度比較慢一點 也是三段攻擊啊 三段不同的傷害 先打人機 拿裝備 這樓上固定會刷一隻人機 哇塞樓下又有人機 先敲到 一發入魂 傷害的根很高欸 這邊有一隻 敲不到他的頭 敲到敲到 哇唷快跑 他在揮的範圍比較大一點 拿到一把武器了 SKS 樓下還有一隻 我先把他狙掉好了 那就是他偷射我是不是 OK 丟掉了一個大光頭 燃燒屏 就合 這個有個任務欸 還沒解 很久沒玩農場了 就是在玩礦區 這有個補包 保衛隊開始巡邏 南麥田那邊 我們先往南麥田那邊跑 我們直接去敲火人比較快 有香聲有香聲 應該是有人在打那個 保衛隊的 前面那裡 現在的方式就是要慢慢的摸過去啊 趁敵人不備的時候呢 跟他拚一波 看能不能敲得贏 他這個鏟子有點擋視線 我們先換成槍好了 前面一直有槍聲 有怕冷了 感覺是活人 要背一個很大的背包 欸有兩個 哇兩個我要怎麼敲啊 我要先敲死一個 看他們兩個會不會分開走 還在打還在打 慢慢爬 這叫爬行的快樂啊 我先偷看一下 因為敵人已經把保衛隊解決掉了 欸我看到一個人在撿裝備 我先吃 我剛好拿撿到一個 止痛 我看能不能夠摸過去敲他 有點遠就是了 我現在只能慢慢爬 先量不要爬 爬那個有草叢的地方 他會 聲音比較大聲 快點再收 衝啊 敲死 還收啊你 敲死你 哇哈哈 成功了 敲死他了 哇賽 鏟子可以啊 裝備也太好了吧 太扯了 普農欸 普農裝備怎麼會帶這麼好啊 這怎樣 玩家打下都那麼有錢喔 太扯了吧 啊 有敵人 他有聲紋 這是他有隊友 欸可他剛剛只是死啊 現在有78萬 超扯的 我繼續收 又有聲紋又有聲紋 好像是人機 好像是人機 趴著不動他就不會過來啊 哇我們要整理一下裝備了 太扯了這兩個玩家裝備都超好 有夠扯的啦 算翻了 還有 還有小金 我現在負重了 現在走路跟阿伯一樣了 81萬 看一下左下角 單局搜索價值 目前是81萬 我現在死的話呢 就變超級虧了 什麼都沒帶解決一個玩家 就81萬了 五萬五的小金 兩萬五的金用包 我們先整理一下裝備啊 把這個用不到的東西先丟了 可以了 現在可以跑步了 我剛剛丟了一件盔甲 他盔甲太重了 好像有另外一件盔甲 看一下 喔呦 彈骨喔 這邊還有一件 剪這一件好了 這邊比較輕 我們打一下肌肉針 我們要測了 我已經把 過的都拿起來了 現在測了一點 冷宮虎這邊不知道不能測欸 要試試看 因為我被人家 測過就不能測了 快點快點 又有人又有人 有根跑過去了 一個黑影 不理他不理他 我們現在不要鬧事喔 現在身上 扛了83萬 有敵人 冷機冷機冷機 你來礙事啊 還來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還有一隻 快到了快到了 有亮紅色物 表示可以測 哇賽 一把弓兵鏟 竟然可以讓我 欸82萬 子彈射完就82萬了 這一場 82萬 6837 解決一個特遣 公兵鏟 八威啊 這是什麼公兵鏟好運嗎 普農竟然遇到玩家 穿了將近80萬的裝備 應該是說兩個 兩個玩家有到80萬啊 我剛剛這什麼都沒帶 就帶100公兵鏟 我也有點殺眼 還拿到全面甲 全面甲就是像一個 有一個boss會穿全面甲 好這可以看到 解決一個玩家 無段位 他不知道是不是偷襲敵還是怎麼樣 然後 撿東西撿太專心了 這邊有敲死了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啊 現在玩這個暗器突圍 隨時會有玩家拿公兵來 偷襲你啊 哇 近期賺過最多錢 就是82萬了 如果再開個大金的話呢 我就應該就破百萬了 進去一把鏟子 出來全套裝了 五級虧 五級甲 耳機 13萬的MAK 11萬的H416 這邊還有蛋掛也 1萬5 背包裡面呢 還有個5萬5的小金 不知道誰開到的 2萬5 烏龜頭盔 3萬 4萬 防裝 這邊還有個1萬5的蛋掛 工兵慘發威 歡迎大家來挑戰 他的虧的速度是真的是比較慢啊 然後他有三段傷害 4748跟49 護甲傷害是14喔 哇塞 首波初級呢 就帶了82萬出來啊 也歡迎大家挑戰完以後呢 留言 你們有沒有用工兵傘去 跑刀啊 現在應該叫跑鏟流啊 然後兌換的話呢 就在這個 限時商店這邊可以兌換 活動裡面 今天非常開心啦 沒有想到只是想要測一下這個鏟子 搶不搶而已 沒想到K到一個人 我就原地起飛了 今天遊戲喜歡玩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天影片 可不可以按喜歡 支持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一區分享對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